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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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您好 我叫邱富美 我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變化式的旗袍之短衫 然後所謂短衫就是短上衣的意思 它變化是因為它不是那麼傳統 但是它有中國風的味道 你看它的領 你看這一件樣衣 它有領子 是類似旗袍的做法 然後它有衣製扣 用我們的手工做法 所以很有中國的風味 然後穿出去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穿搭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手繪圖 它叫短衫 然後它的配置方式就是 它的大身布是用樹面的棉布 然後配布就是這一塊 類似很像花青池的印花布 然後它有滾邊用沙點當滾邊 然後打那個衣製的旗袍扣 就這樣很簡單的一個款式 但是它非常的實穿 現在來看一下我們這一個 這個款式的主料跟副料 所謂主料就是它主要要用的材質 譬如說它的身上的這一塊塑料 是這一塊純棉的 然後這一塊配布 就是這一塊印花的配布 然後滾邊就是這一塊sateen 然後它會用到襯布 因為有些地方需要用襯布 譬如說它的領子比較硬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比較硬一點的襯 然後身上用的比較暖的一點薄的襯 它可以有兩種 那就是看你自己所需要的去應用就好 不是很規定的 你說你的領子要暖一點 你可以用暖一點的 只是它挺度不夠而已 就這樣子先介紹到這裡 好 我們現在來說明一下我們要打的板子 我現在用的都是用寸的方式 不是用公分的 我是用寸 然後設定我們的領圍 14又1分之1 胸圍34 腰圍25 臀圍36 肩寬14又3分之3 背長14又4分之3 背寬134分之1 胸寬124分之3 袖長7又2分之1 袖口13 我們現在以這樣的尺寸來做一個 我們今天的板子 好 先取一個直線 取一個直線當後中長 那後中長你需要取多長 那就是 下一寸的地方是你的後領身 後領身的下面畫的就是你的背長 你的背長有多少 你的背長有14 4分之3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衣長 我的衣長就是在你的臀圍線的地方 通常我們一般都是以下巴來 當我們的臀圍線 然後再畫一條垂直線過去 然後這是背長 然後設定它的部幅寬 20長 因為我們的胸圍只有34 所以我只要取到40長的寬度 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板子打出來 那我通常我的習慣打板是先從後片打 後片我們來取一個領圍 換算出來的時候 然後取一個尖寬 尖寬是14又4分之3 你就在這裡畫一條垂直線 要畫你的尖斜線 尖斜線是下1又4分之3 然後就畫出你的尖斜線 然後取你的尖寬線 再取一次你的尖寬線 從你的後領點到你的尖寬線 再來就是從後領點 要畫你的背寬線 就是下5 畫你的背寬線 背寬線多少呢 背寬線14又4分之3的2分之1 我們現在畫的都是一半 然後再下841 畫你的胸圍線 你們要是說照基本的圓形板去處理 大概這個尺寸都是在那附近而已 每個人的手法都不一樣 所以說這不是硬性規定的 有時候照你們的身材比例去換算 那你的胸圍 胸圍是34 胸圍34的話應該是8.2 但是我們要加寬鬆分給它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寬鬆分加得很少 我這個一圈的寬鬆分只加了兩吋 因為這個只是單穿 那你們要是說要多穿衣服在裡面的時候 你們自己寬鬆分要多加一點 那在這個背長的 背長點再畫一個垂直線出去 就是要畫你的腰圍線 腰圍多少 腰圍是25 但是你要加寬鬆 要不然你穿緊緊的 你沒有辦法活動 所以我現在設定它的腰圍 腰圍25 但是我要它的腰圍是25 我的腰圍換算起來應該是有30 但是你要加出去 你的折子的分 然後在這邊進來3.5的地方 平行3.5的地方 要做一個後折的線 後折的長度 在你的胸圍線上3分 在你的腰部以下 4.5的長度 然後折子1寸 這一件的是以取9吋的H鞋 H就是臀圍線 那腰圍線是取8吋 好 我們現在就用彎尺去量 去畫連接起來 那那個繡攏線 因為你取了背寬線在這裡 背寬線在這裡 肩寬線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只要把它順順的黏起來就好 用這個小彎尺來畫就好 那領子 我們原來的領子是在這裡 但是我不希望它這麼貼近脖子 所以我會往這邊移四分之一 往 往肩膀移四分之一 讓它不要那麼靠近我們 貼近我們的脖子 然後我們在畫的時候 後中這裡一定要有直角 然後肩膀這裡 你也是一定要有稍微的一個小直角 這樣前後肩接起來的時候 才不會有不同的角度出來 這個就是完成的後片 然後我們再來畫前片 前片你看我們剛才畫的 胸圍線也出來了 腰圍線也出來了 腰圍線也出來了 臀圍線也出來了 我們現在只要畫它的寬度就好 我這一件的畫法是 前後片擦了二分之一 半片就擦了二分之一 所以你看喔 這邊要是九吋的話 這邊會是九點五 這邊就是九點五 然後你就取一點 然後腰圍 好現在關係到腰圍 我們前面有打一個胸折 胸折多少 一右八分之三的胸折 這個要看每一個人 我們現在是以標準的 這一件的來說明 就我只打了一右八分之三 所以我這邊勢必要降 降下它的腰圍線 一右八分之三 所以不能在這裡取 原來點去取腰線 一定會往下降 所以我們原來的 我們的腰線就會往下降了 一右八分之三 這才是W線 這一個腰圍是用W線 然後一樣的下板 你就一樣給它降 一右八分之三 所以前面的衣長 只是往下移 一右八分之三就好 那你就把這個腰圍線 改在這裡 先來說我們的領圍 領圍照剛才的尺寸去畫它 然後你取出它的肩寬的一半 十四右四分之三的一半 就是七右八分之三 畫個垂直線下來 一樣取 一四三 然後還是要進來兩分 還是往這邊移 四分之一 然後你的胸寬線 胸寬線十二四三的一半 六八三 這個地方 取一點 然後胸圍 胸圍線 跟我們後面的背 那個 的胸圍線會比它大 大二分之一就對了 然後你只要把它黏起來 好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原來的 這個 我現在這邊 衣服上有打一個折 為什麼這邊要打一個 那個 袖折呢 那個 胸圍的折 因為這樣打起來的衣服 會比較服貼 比較立體 那原來的線是長這個樣子的 一樣 這個地方也是要有點直角 你要先量這一段 後面的這一塊 這個肩 肩線是多少 這邊也取多少 跟它一樣的長度 這樣你的衣服才有辦法結起來 那我們現在先取一個原來的 原來是這樣子 我們為了要讓那個衣服的立體度 跟它的不會 比較空空的 然後就抓一個折子 抓一個那個 半寸的折子在這裡 好 半寸的折子的時候 你要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還要講一個就是 我們的VP點 每個人都有一個VP點 VP點是 有一個照樑的 但是我這個 當初我忘記跟你們寫 其實是 VP間是 VP間是 漆 然後VP長 VP長就是從這裡 從那個前景深 VP間 這一件也是設定是漆 所以你們看 漆到 從這邊到這邊的漆 它的這一點是會在這一點 上面 然後我們就坐在剛才的那個 二分之一的折子 好 VP的位置 3.5到這個的位置 3.5 我們是要抓前胸折 有人說叫做前腰折 的位置 好 那現在取的 折子線的 寬度也是 一吋 會取在這一條線 你們不要取在上面那一條線 是取在下面這一條線 各一吋 一邊半吋 一邊半吋 好 然後我這裡 我是從這邊 上2.5 打一個折子 畫一條線 好 現在的問題來了 它不能直接打在我們的VT點 VP點上面 就是我們胸部的最高的地方 一定要有個距離 怎麼距離 怎麼取 這邊可以 你可以取 這邊擦一吋 這邊擦 一又八分之三 這邊擦 一又八分之三 這一個的範圍 其實這個東西都不是 不是很硬性規定 但是最少都要有一吋以上 一個圓心 但是我會取 取一個杖的形狀 我不喜歡 我喜歡 這是我的經驗值 所以我喜歡取杖的形狀 然後你在VP點的地方 下183 畫你的腰折 前腰折線 好 臀圍線這邊下多少 下四右四分之三 這一個是下 四右二分之一 因為我們的肚子 稍微比較平一點 所以我們稍微可以 把折子線拉長一點點 屁股比較圓 所以我們會把折子線 稍微短一點 那你這邊取的是183 我們來講一下折子 你這個折子打出來的時候 你不能用這樣子直接打著這個板子 一定要把它修正折子 才不會少一塊 所以你在做板子的時候 剪開來的時候 把這個折子折起來 再去修正 那我已經是有去修正它 就變成是這一條線 然後連接你的臀圍線 好 我們來講我們的臀孔 正常的 這個領子 前領身以後 我們做起跑領的時候 是前領身以後 直接畫一個 這邊是有進來四分之一 畫一個直角 這邊也要有個直角 角度要有一點點是直角 好 我們因為這個是變化式的起跑領 所以我這邊開了一下 就是讓它稍微開 四分之三 好 這樣的話就是有點它的變化 這邊再給它下 二又八分之五 我現在用紅底 把這個修正過的線條畫出來 因為前片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用紅色的去標它 這個是只有這個地方比較複雜一點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畫 它的配色布 就是這個花布的地方 然後花布呢 你就 這邊是取二又八分之五 這邊是一又四分之三的這個寬度 你先翻 然後去畫 我要的那個配色布 然後後領 後領圈的地方也有一塊配色布 一樣一四三 你這裡就是畫一四三 然後你這邊 是二又二分之一 然後我們先在板子上面 把扣子的位置也取出來 就是這邊一定會有一個嘛 然後你就量一下你的長度有多少 大概要取到什麼地方 你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五 大概有五個扣子就好了 太多個太雜了 太少的你又覺得距離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就取了大概算出來 這邊會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會一個 這邊會一個 一二三四五 五個扣子的位置 然後 現在這個做好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旁邊有開叉 開叉多少 三吋 上三的地方開叉 好 記號都標好了 記號標好以後 你要再量一個這個 從這裡 第一個扣子到第五個扣子的長度 這個就要做前尺出 再來就是畫這個前尺出 我剛才量了一下是15 所以你這邊就取15 前尺出 我尺出多少 尺出一又四分之一 但是它是要對折 所以你就是各用一又四分之一去畫它 這個就是前尺出 好現在我們要來畫繡片 所以我們要先量繡容是多少 尺要站起來 用布尺站起來量 好 厚片是八又二分之一 那前片我們就先把它斜起來 然後前片呢 前片量到折子的地方 要跳過來 折子不算在內 所以它這樣量起來是 一樣都是八又二分之一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畫繡片 繡片 先取一條橫線 取一個垂直線 垂直線以後 基本的繡三高 我們都是取五寸 那五寸我前後怎麼取 八又二分之一的 你就前片移過來 通常我會是前片的 AH 不加也不剪 那後片的話 因為我們的縮量不需要那麼多 我會後片的AH 看材質看布料 我會剪個四分之一 去畫這一條線 跟它跟那個繡三線交叉點 好 然後這一個的一半 上三分 這是基本的那個繡實的畫畫 我這個這邊是取八分之五 好 然後這邊是後繡三是 這一段線分成三等份 然後我這邊也是取八分之五 這邊是大概是八分之三 這邊是四分之一 其實這個是基本的繡子的畫畫 沒有很特殊的地方 這是一般的平繡的畫畫 然後你就用這個 這種繡順的接過來就好了 好 現在講到這個是繡三高是五 那繡長呢 繡長這邊有寫 七二二分之一的繡長 所以你要 以這個 七二二分之一的繡長 繡口 13 所以你就一邊是多少 6.5 621 再來畫一條 我們的 配布的線 配布多少 配布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取一右四分之三的寬度 順便把配布線畫出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畫領片 我們領子就是要畫 量後領圈 跟前領圈 前領圈只上到這個地方 要注意喔 沒有要量到下面去 所以我們量一下 領圈是多少 後領圈 三右八分之一 那前領圈 三右二分之一 好 我們也來取一條直線 取一個直角上去 這個就是後領中 我們現在畫的板子 我們現在畫的板子都是二分之一的而已 所以到時候你這個要用雙的 好領高多少 領高用那個 一右二分之一高 一二一高 然後你就畫一條線過去 那後領 後領寬多少 三右八分之一 你這邊取三右八分之一 那這個就是尖點了 前面多少 二右二分之一 所以你這邊再取一個 二右二分之一 然後從二右二分之一的地方 取一個垂直線上去 這邊上二分之一 要畫我們的領片 那你說 我們這個 影音也要量一下 三右二分之一 因為它是直的跟斜的 它會有一點誤差 所以你要修正 修正以後 這條線 尖點到這個 上二分之一的畫個直線 但是你在 這條直線這邊 再畫一個垂直角 好 就這樣子 領形就畫得出來囉 順順的 好 這就是我們的領片 簡不簡單 簡單 然後呢 其實這些板片都出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斜布條 斜布條要做什麼 斜布條就是要做 扣子的斜布條 滾邊的斜布條 這兩個尺寸不一樣 那我們也來把板子畫在這裡 要是說 你當板絲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它板子做出來 斜布條長度 因為它很長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畫 但是你還是要做出來 當你是板絲的時候 你這個規格一定要給人家 所以你都要量 你要換算繩子 要用到多少 扣繩要用到多少 滾邊要用到多少 我們先講扣子好了 扣子 我會先做一個去測試 測試這個 扣結 跟這個 這個叫做扣鼻 鼻子 這個叫做結 這兩個我做了一組以後 我量一下它的長度 用度 長度以後 我算出來 這五對扣子我要用掉 八十寸 那寬度呢 我測試了一下 用了一右八分之三的寬度去做它 所以我要這樣子畫 然後我這邊會畫一個缺口給人家 表示說我這個是無限延伸的 然後會寫 扣繩 斜布 長 八十 寸 然後材質 是什麼 紗點 因為這塊是用紗點 所以你要把它寫說我是用紗點 寬 我還會附註一下寬一右八分之三 然後這邊你要做一個斜布的記號 他們才不會去裁直布橫布 然後好 這是斜布的問題 然後現在要裁這個滾邊布的問題 滾邊布一樣也是要裁斜布 所以你要設定多少 你要先清楚說你的滾邊布要滾出來多少 然後你去量 量你要滾的地方 滾的地方在哪裡 這一個領子的外圍 好量出來 因為這是二分之一 你要乘以二 然後這一段 領子是接在這裡 然後你要再量這一段 轉下來 量這一段 量這一段 這一段多少 乘以二 加上剛才領子的外圍 總共我換算起來是一百 你一定要加一個肉食掉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不能說我量了一百 就直接用一百 你可以多加個五到十寸 那個安全性會比較夠 萬一人家撿出來的時候 少了不小心少了一點點 那就很麻煩了 好我算出來我就給它加上去 以後我就給它一百零五寸 然後我就一樣畫一條直線 然後它的寬度要多少 我這一條 我用到一寸下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用一寸 你可以用到 要是說它的材質的問題 你可以用到一八一或一又四分之一 都有人用 那我是可以用到一寸 比較保險的話 你就要踩到那個一八一 然後一樣 這邊畫一個那個 切開的部分 就是說它有延續的長度 不是只有照板子的長度去採檢 然後你就寫 滾邊斜布長 一百零五寸 然後它的材質是 砂點 砂點 材質 然後它的寬度 我通常都會再標一下 我這一個要的是多少 然後你要做一個斜布的布文記號 給人家 現在板子大賽是OK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標板明 還有它的板數 好 我們從領片來標 領片 這個是二分之一的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記號 寫雙 表示說這個要踩雙符 那你這個布文線 你要標出來 然後它 它要用什麼樣的東西去做 第一個 它是用 你們看到這件衣服 它的領片是花布 那你就寫 配布 幾片 外面一片 裡面一片 所以是乘二 那它要貼襯 也是乘二 好 那這片 袖子 袖子 畫個布文線 然後寫一個 袖片 然後這邊 前片要寫 免得剪下來 你就看不清楚哪個前哪個後 袖片 然後它是什麼布 大深布 好大深布 你就不寫什麼 你就寫一個布 幾片 兩片 好 齒齒 這個衣服會有一個齒齒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齒齒可以用配布 也可以用它的大深布 就看你的設定 好 我就寫齒齒 前齒齒 寫個布 多少 一片而已 然後它要貼襯 乘一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後片 後片也是二分之一片而已 所以我們要這邊標記 雙符 就是你要裁雙的 不能剖開 然後把布文線也標出來 布文線其實在裁剪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我會寫一個 板明 後片 然後因為它是大深布折白的 所以 你就寫一個布 乘以一 好 現在講前片呢 前片也一樣 標一個布文線 然後它是前片 你就寫前片 它是大深布 所以你就用布 乘二 它是剪開來 左一片一片 右一片一片 好 我們現在板子打好了 還有個問題 配色布的問題 這裡都有一塊配色布 這裡有一塊配色布 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配布線 全部用紅色的去把它塗一下 這個地方 你們看到 前片這一塊 後領圈的這一塊 我們都要用配布 還有哪裡 這裡 那這個板子怎麼辦 我們有個方法叫做拓板 拓板用什麼拓 我們會用點線去拓 然後再把它板子分出去 你還是先把這個板子先剪出來以後 用拓的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 部分的拓板方式給你們看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板子的處理方式 就像說 我現在先把這個板子先剪下來 那你們會說 我這個折子怎麼修正 好 我剛才有講到修正 就直接把它折起來 我剛才有畫一個 畫一個那個 那個折子線在這裡了 我們就折這裡 折紅色的地方 折起來 折起來以後 你看你折起來以後 你再去修正這個 線條 折起來以後 把尺拿過來 有沒有 好 所以你們這樣子畫起來 然後剪的時候就一起剪 壓著 我要的 因為我要 我現在已經修正了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子 壓著剪 剪板子 好 打開來看 這裡是不是會有一個角度 這個裁布的時候 就是要照這個方式 這個位置 這樣的方向去剪布 好 然後你說這裡 我怎麼修正 一樣 這兩條線 凶折 先把它壓著 把它折起來 上 蓋下 折到哪裡 折到你原來的 就是折到你折子的長度 不是折到VP點 好 你折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再我拿一個你的尺 修正它的線條到你的標點 修正以後壓著 壓著它 一樣這樣子夾 好 打開來看 它的板子會成這個形狀 這個就是折子的修正 那我們現在再來講一下 怎麼拓板 怎麼拓 拿了一張板子 你就拿一張紙 墊在下面 壓著 我們現在有個東西很好用 這個叫做點線器 點線器很多種形狀 只要你順手就好 你就把它平平的放好 那怎麼拓它的板子 就是這樣子放著 順著你要的這一塊 我現在要的是這一塊 配色布 順著配色布 去滾它 然後我通常會這樣子 然後再滾這一個方向 滾它一樣跟它的弧度走 我要的是這一塊配布的 紅色的線 跟著紅色的線走 你看我是不是全部都滾完了 那還有一點 有些人喜歡做記號 我現在因為我不需要記號 要是我需要記號 我自己就會 原先在哪邊做記號 順便把記號線也滾出來 那我這個是不要 我只是附帶提一下說 你們要做記號 就順便說 我這邊要做記號 滾一下 這邊滾一下 我這邊有記號線 你就做出來 滾出來的時候 你就拿開來看 你們仔細看 這個紙上面會有很多點線器的洞 然後就開始畫 你就自己再畫一次 修正一下 那一樣的把布紋線做出來 就寫一個 前中配布 就是配布 乘以二 它有兩片 左邊右邊各一片 然後呢 裡面有加襯 你可以著名寫薄襯 因為不要貼太硬 乘以二 就好了 這個就是你分出來的板子 當你在外面 要是你外面是個樣師的話 這個板子要分給人家 你不能說偷懶 這樣會被罵 那現在我們要來排布 你看喔 大身是不是用白色的 這是厚片 那所以說我們這邊是對摺的 對摺線在這裡 然後你只要摺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一塊磁齒混 只有一片而已 所以你可以先拆下來 所以我這一塊布 沒有 它只到這裡而已 看得到嗎 就是到這裡而已 好 前片到這裡 然後磁齒 繡片 所以我們要看布紋線 都是直的嘛 跟著布紋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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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這一塊是花布 花布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它燙秤燙好 你會比較好處理 把剛才我們拓出來的板子 拿來這裡 這一塊是配布的花布 我把它折起來 面對面折起來 這樣的話你一剪就是兩片 因為它也是兩片的 這個是袖口布 袖口的配布 這個是厚領貼的配布 它折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你這樣撿起來 展開來就是一片 然後呢 領子 領子也是用花布 但是你貼的襯就要貼厚一點 所以它分開來貼 這個前片的貼布 所有的貼布都是貼薄布 薄襯 這個就貼厚一點 然後你要有兩片 你就自己可以先畫一片 再移過來 你也可以兩片一起剪很厚 所以剪起來會有點 比較會有誤差值 所以我是建議先畫一片 還有一個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 縫份 我們把這個東西排上去的時候 你要知道縫份要怎麼處理 這裡 領口四分之一的縫份就好 肩膀二分之一的縫份 縫容八分之三的縫份 鞋邊八分之五的縫份 我都會把它這樣寫起來 下擺一又四分之一的縫份 一樣 鞋邊八分之五 縫口四分之一 縫容是八分之三 鞋邊就是八分之五 前片一樣 鞋邊八分之五 縫容一定是八分之三 肩膀一定是二分之一 然後下擺一又四分之一 這下擺一定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要注意一個重點來了 我們這邊是有接領子的 所以我們要留四分之一 跟領子這邊是一樣 是四分之一 到這個地方 但是這裡是滾邊 我們所有滾邊的地方 重點就是 我們滾邊的地方都不留縫份 所以你這裡就是不留縫份 前中這一條線也不留縫份 所以我們就寫領 剪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 這一塊一定要留縫份 你不要這樣很順手的剪下去 你就接不上去了 然後這個尺出 就是衣服的這個尺出 剛才我們有講一個尺出 它是要對摺 我們就直接剪在這裡 然後就留 各留四分之一就好了 這邊也是都留四分之一的縫份就好 好這個是配布 再來就講配布 配布我們一樣 斜邊 這邊 繡斜的地方就是八分之五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留四分之一 那這一塊前面的也一樣 這裡是零 這裡一定是四分之一 但是我已經把它補出去了 我怕萬一沒撿到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要重來一次 然後肩膀二分之一 其它是留二 留四分之一 這個下擺 一又四分之一 一樣 這一塊後領貼一樣 領子的地方是四分之一 肩膀是二分之一 這裡也是四分之一 那領子呢 領子一樣我們說過 領子的外圍是滾邊 所以我們是零 那這邊一定是雙幅 那這邊就是四分之一就好 接在大身上面 接在我們的衣服上面 就是四分之一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剪 開始剪布了 你們會想說 我為什麼在布上畫了這麼多紅線 這種比叫做摩擦筆 或有人就是說 叫做熱銷筆 它只要燙斗一走過 它就看不到了 但是你們有時候要測試布 有的布還是會有一點痕跡 因為這樣子畫出來 我就看得很清楚 我就沒有用粉片去畫它了 好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斜布條的採法 所謂的布 布的布紋怎麼看 順著布邊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是布邊 順著布邊的地方 這一條線 叫做直布紋 順著布邊 這個叫做直布紋 所以我們在排布的時候 很注重這個布紋線 那你這一根布紋線垂直 一定要是直角 有時候這個布沒有裁直 你就要把它裁直以後 成為一個直角 排好 排好怎麼取斜布呢 很簡單 譬如說我這邊取 十二吋 這邊也是十二吋 對不對 十二吋 十二吋一個點 你就把它尺上晃整 那這一條就是正斜線 這個就是我們斜布的裁法 斜布的裁法 你裁出來的時候 就是你要寬多少寬多少 譬如說我現在要寬一吋 我就在這邊畫 一吋 這個寬度就是正斜的一吋 那我要一八三 一有八分之三 我就這樣子畫 齒壓壓好 不要給它跑掉 這個裁出來就是一八三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試 這個斜布紋 斜布的裁法 就先示範到這裡 那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配布的燙法 現在我們要把那個 配布的處理方式 先處理一下 配布我們剛才剪好了 直接拿起來 就把它放著紙板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子燙 把這個型燙出來 那你還是覺得 它燙不好的時候 你就慢慢的 所以縫混為什麼 當初只留四分之一 留多的時候 你這邊就會有皺褶 不能超過四分之一 它尤其是有弧度的東西 你這樣燙著就給它放涼 好 然後這樣一樣 這一塊前貼邊也一樣 就燙這個地方就好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子燙 因為你這個貼邊 我們沒有用翻的 我們是直接蓋在上面 壓零邊線 到時候你放在衣服上面 你看形狀出來了 這邊直接壓零邊線 就固定上去了 這樣的做法是比較簡便又 很方便又很好做的 你們大家都會 都很容易上手的東西 你看這樣燙好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我們的衣服放在一起 你再壓這條線 你的貼邊的配布就上去了 就這樣子 好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配布的位置怎麼處理 我們剛才是不是燙了這個邊邊 然後袖口的地方也是一樣 配布的時候先燙四分之一起來 但是注意 袖口的做法不一樣 因為袖口它沒有滾邊 所以你要看這個是反面 這個是反面 先這樣子貼 注意它這個貼法 然後這個是正面 這一塊布 我們這一塊大生布是正面 我們把這個拆下來 因為我們剛才燙好了弧度線了 好 貼上去 用那個你們的絲針 豬針什麼針都可以 把它別上去 中心點對中心點 先固定上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子貼 因為我們這個是用貼的方式 去做這一件衣服 到時候就是在這個地方 壓鈴邊線 然後這邊是壓粗 粗縫固定就好 好 我們你看前面一樣 剛剛我們燙的 把它拆下來 一樣就把它固定好 然後用針把它先固定的 你就可以直接上瓶車去把它固定 是不是就很方便呢 所以做這個東西 要用頭腦去想 怎麼方式做起來又漂亮又美觀 然後一樣 到時候這邊就是壓鈴邊線 壓好 然後這邊壓粗縫固定 還有一點固定的時候 一定要壓小一點 因為你這邊要滾那個 0.5的寬度的滾邊 所以你一定不能超過0.5 要不然你就要拆線 來 我們就可以車縫了 好 我們現在來車繡片 反面 反面 然後我們先車 四分之一的寬度 你可以用這個 那個靠邊的去靠它 然後車了四分之一寬度以後 你再把它翻開來車 0邊線 直接車在那個 靠近袖子的那一邊 0邊線 是壓在那個袖片上面 然後我們剛才是不是把那個 前片固定上去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 這個地方壓0邊線 然後這其他的地方 那個針距可以挑大一點 固定它疏縫 你看喔 疏縫的時候你要車 大概車0.2的地方就好了 因為你等一下還要滾邊 所以你不能超過0.3或0.4 最好只車0.2 當把這些那個配布的全部車好以後 你可以是稍微把它整燙一下 然後順便把袖子的這一個 你看袖子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還需要的就是要把它燙過來 它才會變成一個我們所需要的袖子 我們車過的地方都要稍微把它燙一下 它才不會有我們車起來的皺皺的 這樣衣服才會平穩才漂亮 然後這個袖口的地方 要把它翻過來以後 你看它不會有那個白邊出來 然後稍微燙一下 然後你再把這邊再壓一個0邊線 就跟配布一樣了 它就固定住了 就像配布這裡的0邊線一樣 然後我們再把這邊0邊線壓好 壓好以後你就可以全部去考課 現在平車都大致上 第一個前面的步驟已經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考課 袖鞋的地方考課 袖子只要先考課袖鞋就好了 然後醫生 前面的地方就是0口跟前門巾跟那個 袖圈的地方不用考課 其他都要考課 考課完了我們就先做和聲的動作 現在先把袖鞋用平車車起來 然後注意一下 你那個有貼邊的地方你要對齊 然後再把醫生的也接起來 先接肩膀 接的時候要注意它的配布的那個 接線要對齊 然後斜邊也接起來 然後斜邊也接起來 斜邊的縫分是5% 然後記得我們在斜邊的地方有個開叉 所以你要做記號做好的時候 在開叉那個地方做指點 車到那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紅紅的 車到那裡 回針 這個我們拼車部分都 這一段都車好了 就開始用整燙 要先整燙 然後整燙就是把它放在那個 袖子放在燙碼上面穿過去 然後把縫分燙開來 然後你們要看一下說這個剪接線 有沒有對齊 然後這個翻過來的時候 你們就看到這個剪接線是對齊的 這個就是袖子 然後醫生肩膀的地方也是燙開來 你們可以用那個大理石冷卻一下壓一下就很快 對我們來講一下那個折子的燙法 折子有兩種燙法 一個是兩邊平均的燙它 我這一件是採用兩邊平均燙它 有的是燙單邊全部往 縫分全部往一邊倒 那也是可以 那我是喜歡說 因為這個折子蠻厚的 所以我就蠻大的 我就會把它燙成 分成左右兩邊的縫分 然後再把斜邊燙開 一段一段的燙 因為斜邊有弧度 有我們的身體的彎度 所以不要一次燙 它不是直線的 所以一段一段的燙它 然後我們整件斜邊都燙好的時候 整個燙下擺 下擺燙多少 燙一又四分之一 你看我們這樣燙好的時候 連斜邊這樣燙好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折子 有一個折上來的下擺 那就是要做開叉的處理 那我們就把開叉的地方 翻過來 用平車把它 車一下 車一下以後 再把它翻過來 像這邊一樣 像這邊一樣 我這邊有一個先做好的 你們就可以看看 車好了 翻過來 然後用那個 鑽子推一下 開叉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開叉 開叉完成 前後片的開叉完成以後 那這邊就是用那個 千鳥縫 到時候用千鳥縫把它 縫起來就可以了 那那個一片的下 那開叉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本來我們折好的 然後把它反過來折 然後看著剛才有燙的 那個下擺的車線 一又四分之一的地方 壓一道 然後再把它折過來 然後再把它折過來 這樣子 翻過去就好了 它的那個開叉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袖子 這種平袖 我們還是有一點點鬆分 跟我們的那個 醫生來說 它是有比較稍微大一點 一點點就好 大概是四分之一或八分 一般我們都是留到四分 一邊只留四分之一而已 一圈大概是留二分之一 所以我在這個 這個袖片折起來的 三分之一的地方 開始放一 車一個 一個壓腳寬 我們等一下做那個 縮縫的動作 上袖的時候可以做縮縫 所以你要先用那個 一個壓腳寬 然後車到 兩邊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等一下做縮縫 好那現在我們就 再做別的 現在這裡是領子 我們要做上領子的動作 這邊是領口 領子只有上到這一段而已 沒有上下面這一段 然後我們把領子的 後鐘記號 肩膀的記號都要做出來 都要不要出來 然後你可以用針先把它固定在 你的衣服上面 按照你的記號去別 去固定它 肩膀就固定在肩膀的地方 這個一定要固定好 才不會領子上起來歪一邊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說 一片一片的做 不要兩片一起上去 那我們就先 把它固定好以後 在前面也是把它固定好的 對齊固定好 就可以用平車先把它撤住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上領 車四分之一的縫份 慢慢車 因為它兩個弧度是長得不太一樣的 不要太急 順著它的那個弧度走 然後車好以後 你就要拿起來看看 你這個那個弧度 有沒有車得很漂亮 有沒有打折 沒有的話 你們就再把另外一片 也固定上去 另外一片 我們拿過來一看 就是 一樣 先從後中把它固定 肩膀把它固定 然後你再看著剛才壓的那一道線 再壓一次就好了 現在我要把它先固定起來 然後肩膀也固定起來 一樣就是車原來的那一條線 四分之一的地方縫份線 四分之一的地方縫份線 好了現在就是上領上完成了 然後我們要把它全部燙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的領子 我們來燙一下我們的領子 我們現在要燙領子之前 要先拌 因為我們領子這邊是圓的 所以要燙上來會有點比較緊 所以我們稍微打一下牙口 打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超過你的那個四分之一線 一定要留一分 留八分之一的地方 然後大概打幾個牙口 才來燙 你到時候燙起來會比較平穩一點 不會被另外一個地方牽扯到 燙的時候可以放在燙碼上面 因為這個領子有弧度 所以你可以放在燙碼上面燙 才不會整件衣服都被你燙皺了 就慢慢的燙 慢慢的移它的弧度線去燙它 別忘了你一定要把那個布全部拉平 不是把它燙平 而是它也是有立體度的 所以說你燙的時候一定要放在燙碼上面 燙這個縫份的地方就好 有車縫的地方 然後要是不小心燙到衣服 再把領形整出來 把這個地方燙好 你看它是站著的 它的領子是站著的 所以你看我只燙縫份 我沒有燙到其他 我不會燙其他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有不小心去弄到的 再把它修回來 燙平就好 不是整個壓下去 所以我都靠在那個燙碼的邊邊 然後再把它形狀稍微整漂亮一點 然後再把它形狀稍微整漂亮一點 讓它夠立體 順著它的形去做修正 那你看我們現在的領子燙起來 它是會 會站起來的 它不是整個壓下去 它會這樣站起來 它是算是立體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再把這個 領的外圍線 用出針再把它固定一次 好我們來固定一下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領片固定 兩片固定在一起 那個針距可以放粗一點 而且只能車0.2就好了 等一下要滾邊用的 所以只能車0.2 你們要是車多了 到時候看到出鋒線的時候 你們就要拆 好這樣就完成了 兩片就黏在一起了 然後我們把它固定好領子的時候 就把它先穿在那個人台上面 看一下它有沒有平穩 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就這樣子稍微看一下 再去做後面的 要不然滾邊做起來 你要再拆再改就很麻煩了 我們現在要來做上繡 那上繡之前我們要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剛才繡子是不是有 車一個壓腳寬的那個平車線 就是要把它縮縫 稍微拉一下 雖然它叫平繡 但是平繡的繡圈 它還是會大於我們醫生的繡圈 這樣才會有立體度 然後我們就把它拉一拉 稍微拉一點 它不會有皺褶 它只是吃針而已 那你就這樣子 把它拿在你的衣服上面的 要注意喔 你這個是哪一個是前片 哪一個是後片 不要裝錯了 然後 尖點對尖點 你就先用那個 你的絲針 珠針 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腰下點 也把它固定起來 固定起來以後你就稍微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它的 夠不夠 拉的還太多了 太少了 你再繼續再拉一點 然後通常 我們會把它稍微平均 但是靠近尖點的地方 稍微多一點點 讓它比較有立體度 那其他就是平均分散 剛才我們在打板的時候 只多了四分之一 所以不可能有皺褶 有皺褶就是你沒有把它推好 然後再把它固定起來 先用那個絲針別著 或是你的珠針先把它別著 別起來你會覺得說 欸 差不多 不是說那個抽皺的絲針部分 太集中了 就是有點平均 平均的給它在肩膀上面 因為這個是短袖 西裝袖你就要拿起來看看 你短袖的話 你只要這樣看 喔 蠻順的 然後先去車車看 然後先去車車看 那我們現在 有固定一邊了 我們先來車車看 好 我們來上鏽 上鏽我們剛才都有用那個 珠針先固定了 然後從哪邊先車 從斜邊 腋下先車 斜邊的腋下點先車 然後你要這個 腋下的縫混線 對縫混線一定要對好 才開始 然後針距稍微調大一點 你先把它固定一圈 然後車在八分之三的位置 因為你剛才有固定了 所以現在車起來應該不會很難車 你看就順順的車它 然後不要車到打折 打那個小折都不對的喔 這個車起來是完成 它一層只會有立體度 有一點小抛份 它不會打折 你看喔 它這樣子你就用鑽子 把它稍微推一推 推一推 然後就平均的車它 不要車太快 慢慢的車 因為車的好總比你再拆它好 做衣服其實是一個很優美 很休閒的事情 不是用急著去把它完成 不需要這樣子 你心越平靜 車起來就會越平順 然後我們車好以後 你要先把它看一看 是不是還順順的沒有打折 這樣順順的一個袖子 那就表示你車的還不錯 就可以再繼續把它先燙一次 這個我們在車第一道的時候 覺得OK的時候再把它燙一下 再來車第二道 會更漂亮 好我們現在就是把剛才車的那個 上鏽的位置 稍微用燙斗壓一下 然後它就會很平順 你看都沒有都不會有折子 那要是沒有燙好它會有折子 稍微推一下 它不會有折子呈現 那這就是你車的不錯 那燙的時候大概只燙到 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秀下就不是這樣的燙法 我們現在又要把這個燙碼轉過來 把它扣起來 照著它的幅度線扣起來 這樣子稍微壓一壓 順著那個衣服的那個彎度去壓它 不要把它拉開來 這樣會虛掉 那個會變形 你的那個繡圈就會不好看 照著它的幅度 那我們燙東西一個原則 不要燙全身 就是燙它該燙的那個 一點點就好 不要整個都把它燙 因為你要燙的就是因為你這個地方 你剛開車的時候可能被你拉開 你要恢復它的形狀 所以你看我是彎彎的燙 就只燙這個縫分 然後這個地方 剛才燙的地方 你就把它扣在這個邊邊 邊邊是不是你看 它會有點翹翹的 然後你要把它縮回去 所以你是上面用壓的就好 這樣我們的袖子穿在身上 就不會那麼刀 就會比較平順一點 我通常都會有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樣的話可以增加我們衣服的做工 一定不要把它拉開來 一定要把它這樣子縮回去 所以只能燙在這個弧度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你看 往內縮 往內縮 它的是不是就會比較服貼一點 那我們燙好以後 我們再把那個蒸具轉稍微密一點 再壓一次 八分之三的再壓一道 這樣也比較牢固 現在我們要先剪斜布條 剪好了就是有一個是 一又八分之三的寬一點的 一個是比較細一點的 只有一吋寬的 一又八分之三的等一下就是要車那個 扭後繩子用的 那另外這個一吋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好東西 就是捲邊器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捲邊器 這個通常他們是在用做滾邊的時候就是會用到 捲邊器是有分尺寸的 有分捲起來 就是說折起來有大有小 那我現在我這個捲邊器我要用 它寫的是12mm 大概就是我們英寸的 二分之一英寸 二分之一寸的東西 那怎麼用呢 把它穿過去 你會發覺真的有工具真的很好用 我也像以前一邊一邊折一邊燙 然後你看它這樣出口就是這樣子 這樣燙出來的就是以前我們在買滾條 當然滾條也有現成的可以買 但是我一般我都會自己裁 裁滾條來用 因為我覺得我們裁的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你看它燙好就是這樣子 它就邊拉邊燙邊拉邊燙 它的完成就是會是這個樣子 就像我們買回來的 而且我們取的角度會比較好 我們取的都是正斜布 他們外面買的有時候 他們沒有用到正斜布 所以你會覺得 車起來怎麼會拽拽的 那個滾條滾出來不漂亮 你看它這樣子滾出來是不是 燙出來就很方便一直拉 但是你要小心喔不要燙到自己 慢慢拉慢慢燙 你就一直壓著 一直壓著 一直壓著燙 它是不是就會出來了 那我要燙的 我的習慣我不燙另外一邊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這個是一般的燙法 但是我 我一般我在做這個滾條的時候 我只燙一邊 我沒有燙到兩邊 那我怎麼做 剛才是不是燙兩邊 其實這個拉出來是兩邊 但是運用在於你 你一樣把它穿過去 穿過去的時候 我的燙斗我只壓一邊 我另外這邊我沒有壓 我只是壓單邊 有沒有看到我只壓單邊 所以我燙出來的只有單邊 那你在燙的時候可以壓個石頭 跟在後面走 它會燙得比較好 然後你就慢慢的滑 你需要兩邊的時候你就兩邊一起燙 我現在需要一邊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燙 一直拉一直燙 你經過石頭馬上的極速冷卻 你看它的那個服貼度是不是很好 就這樣子把它燙完 就是你要的滾邊 那我們的滾條都燙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車滾條了 車滾邊 滾邊怎麼車呢 把我們的下板先折起來 折起來以後 你這個留一段出去 留個兩三公分就好了 然後靠著它跟它對齊 我們完成的是 將近兩分的滾條寬度 但是我們車的時候 一定要少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個滾條有厚度 它會再增加 所以你一定要比它少一點 不要跟它車一樣寬 你車出來就會比你 完成以後就會變胖胖的 會比你原來的再多一點點 所以我通常都會車比較小一點 然後你就這樣子晃著 晃平 順順的車 東西晃平 因為它現在是直線 你就順順的車它 儘量要把你滾條車的寬窄要車一致 要把你翻出來的滾條會有胖有瘦 好我們到這個要注意的就是這個轉角 滾條我們在車的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轉角 你不能滾條車車到這裡的時候直接轉過來 你這個角度會翻不出來 那你怎麼車 滾條一直車車車車到這一點 這兩個線的交叉點 這一點的時候就回針 車車車車車車到這裡回針 以後把你的針先抬高 把這裡滾條打一個折子 再從這邊起點 回 車過來回過來 回到這一點 從這一點開始 再繼續往這邊車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是個彎等 我們的滾條從這邊再開始車 這邊是凹的 這邊是凸的 那遇到凹的地方怎麼辦 凹的地方你的滾條要稍微拉一下 不要拉太多 拉一點點它會比較服貼 到時候你翻出來的滾條會漂亮 那這個是凸出去的地方 你的滾條要放鬆 這一段稍微放鬆一點 這樣車出來的滾條才是 會包得很漂亮 好我們來實際操作一下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很注意 慢慢的車 車到你要用針去 用這個鑽子去壓的 你的點在這裡 你就只能慢慢的控制到 那一點 萬一是只有半針 你就自己用手轉半針 好然後回針 是不是在這裡 就沒有了 這邊還有一點 那我回針以後 我把針往上抬 那我這個地方做一個折子的動作 一個小小的 大概是只有不到八分之一的折子 然後從哪邊起點 不是從這邊開始車 你現在是折的是 反過車道折過來 往這個地方 你固定點往後折 往前折 然後八分之一的地方壓著 往這邊接 那你要起針點 那你要起針點 是在你原來的車子點 去接它 好 那我現在這個有一個彎度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這樣平平放對不對 你看喔 平平放是不是有點泡泡的 你就稍微給它拉一下 拉一點點就好 不要拉得太嚴重 讓它平順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彎 我說彎要怎樣 放鬆 放鬆也不要放得很鬆 因為它沒有很大的弧度 你就是稍微放一點 然後一樣是 一樣的寬度去車它 其他都是直的 所以說你就一樣的車就好了 好你們看 這樣翻過來 這一個折子是活的 並沒有被你們的線去控制住 一個指點在這裡 翻過來的在這裡 一個是從這個指點再開始車 所以這個折子會動 到時候你們要翻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角度 通常我們會把這個折子往上推 為什麼 外面的折子 這個角度 是上面蓋下面 而不是我把它折子往下推 然後我做出來的折子是 有沒有 折子的角度 這個角是往上 這邊是不是有個凹槽 有凹槽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說 有灰塵 有什麼髒的 全部往這邊裝 所以我要把這個折子往上推 然後讓這個凹槽往下 那我這個折子做出來的時候 衣服穿起來它是往下 所以它不會塞東西 然後你看這邊會有一個折子 這個角度就會很漂亮 這個轉角就出來了 你當初要是沒有折子 你直接轉角 你這邊是硬扒開的 所以它的角度是圓的 它不會有一個尖角在這邊 這個就是你的弓 好 就先這樣子 有的人會用要燙一下 我是沒有啦 我就直接在下面 剛才那個下擺的地方 留八分之三就剪掉了 把那個剩下的東西都剪掉 八分之三以後 我就會這樣子折過來 然後直接這樣子折 然後我們現在壓線就是要壓在這個邊邊 不是壓在那個滾條上面 是壓在滾條的邊邊的 然後跟布 塞在我們的大深布上一點點 這個有人叫做洛基縫 但是我只是說它絕對不要去撤到你的滾條上面 這樣子很不好看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才另外一邊 滾條已經燙過了 所以它一定是有收編的 你就這樣子 我做了一個錯誤的示範 有沒有 已經快要上到滾條上面 這個就不行 這個地方就是錯誤的 要上這個地方才是正確的 那怎麼辦 就是拆 因為這樣真的很不好看 還有你們在車這個的時候 不要車得太過來 一定是靠著邊邊車 我現在是用白線所以很明顯 有什麼誤差都會很明顯 好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轉角的地方 記得把這裡面的折子往上推 然後我們外面的折子就會往下壓 然後你就一樣也是這樣子折 折過來再折過去 它就會有一個轉角很漂亮的轉角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角度 然後就這樣子車 這樣子我們的滾邊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前片的那個板型 拿來對一下 這一個是我們最後一個扣子的位置 我們就做一個記號 把我們的貼邊 放在我們的左邊上面 然後這邊是 一右四分之一的寬度 我們先畫一條線 然後再把它先用 用珠針把它固定起來 把它壓一道線固定起來 這就是磁出 磁出是不是 剛才我們有畫過一個 畫了幾個記號 到記號點 到那個五個扣子的記號點 做磁出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固定 好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 把這個磁出的固定上去 固定的時候要車在哪裡 車在原來的壓線的那條線上面 不要車成雙線道 我們只有單線道 單行道而已 然後你就把它放好 然後就跟著它剛才的 你車滾條的那條線 的位置再車一次 好 就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做這一條 這一條是多寬 一右八分之三寬的 要做什麼 做扣繩 要打那個扭扣用的 就把它對折 然後這一條 注意一下 我們在車的時候 這一條線 縫紋機上的這一條線 兩條底線跟上線 全部一起拉 拉多少 拉將近30公分 然後你的壓腳放上去 放在什麼位置上 你的寬度要車多少 車八分之一的寬度 就可以了 所以八分之一多少 沒有一個壓腳寬 不是一個壓腳寬 一個壓腳寬 有點太大的 然後你輕輕的 斜布條是可以拉的 你不要拉它 你把它對折 稍微手 稍微扶著它就好了 然後你就車 車八分之一的 它車八分之一以後 你手放開 它會變大 它會比你的八分之一還要大 所以你不要拉它 也不要去車超過八分之一 要不然你會變得非常的胖 因為它是斜布條 所以你不要車得太快 好我們這樣車完了一條斜布條 那我們怎麼翻它呢 就是剛才留著30公分的 兩條線 你把這兩條線 對齊結好 我們找一根比較粗一點的針 把它穿過去 穿過去以後 打結是打在 穿過去以後再打結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穿過去 要是打一個結 我這樣直接拉 會把它拉出來 因為那個針的洞很大 你怎麼辦 穿過打結的地方 打結的地方把它分開來 分成兩條線對不對 把針從這邊穿過去 它就不會掉了 不會掉以後 我們要來翻這個繩子 不要用針的尖端 用它的後面倒推 插進去 倒推 這樣子倒推 你看喔 倒推到最後是不是只有30公分 這邊沒有了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從這邊開始 找出你剛才的頭 找出原來那個頭 你把它這樣手搓一搓 搓一搓 然後這個多的時候 你壓著裡面的線 拉 然後這邊往這邊拉 它就會 那個頭就會往裡面跑 它會被你的線拉牽扯進去 所以你就再翻繩子 那你看喔 你摸摸看這裡是硬的 那我現在沒有了 那我再把這邊的推 把這個捲捲的再推過來 繼續拉 輕輕的拉 你要太用力可能繩子會被你拉斷 那你就會前功盡器 我都會做一些的時候 就先把它拉 但是現在夠長 像這樣的話 你可以繼續把它 把線 把針弄出來 但是要是說很長的時候 你就要分段 像我這樣子分段 先把它 繩子翻一點 翻一點進去 那你看喔 我現在是不是倒推 你要是用針尖去穿它 很容易把 弄到你的纖維 你的布纖維的時候 就很容易壞掉 然後你這樣子弄一弄 你看我的針出來了 針出來以後 我這邊把它弄得 不要弄太絕 弄太絕你會拉不動它 它會卡住 你看輕輕的拉 從這個 線的那個頭頭的地方 慢慢的轉一轉 拉一拉 轉一轉 拉一拉 一邊放一邊轉 然後好 捏著它的頭 但是這個東西喔 因為它是Satin Satin 是滑的 你今天要是用棉布的話 可能就很澀 沒有那麼好翻 尤其是棉布啊 絨布啊 你去翻這種扣繩 你真的會 翻到很痛苦的 而且還不見得翻得出來 好 然後我們這邊 繼續收尾 不要這樣子很長的距離去拉 這樣很容易把線扯斷掉 我覺得危險度很高 不小心斷掉 你要重來 重做的時候 是要翻出來 那種工程很浩大 我還是喜歡保險一點的做法 那你抓著這個頭的時候 它就不會斷掉 你抓的是你的線的時候 很容易線會斷掉 因為現在線的品質不是那麼好 好我們這邊先把它壓著這個布 壓著這裡面有繩子的 拉它 還有在戳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這邊弄皺皺的 因為斜布 它是弄皺的時候 它這個寬度會變得更大 你看斜布是不是有這個原理 你拉直的時候 它變得很細 它這個就沒有八分之一了 你把它弄皺皺的 你仔細看它的寬度 它不只八分之一 這個就是斜布的功能 好 我們現在出來了對不對 是不是一條扣繩 然後好 你現在只要它沒有這個東西了 你就會覺得很安心 因為已經是剩下這一塊繩子了 它不會斷掉了 但是你還是要小心 做事情不要太急 你看 這樣拉就是拉出一條非常OK的繩子 好 我們剛才車好的扣繩也翻好了 然後就是這樣一條長長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拿在我們的布床上面 用手稍微搓一搓 為什麼要搓一搓 搓一搓 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那個布在裡面 然後把它搓給它均勻一點 就是它不會糾結但是會比較順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做好的時候搓一搓拉一拉 讓它的那個感覺上它這個繩子比較平均一點 不會有時候它那個有扭到的時候 這個摸起來會有一點仔細的摸它會有凹凸 那這樣子稍微搓一搓 好 那這條繩子完成了 我們就等一下就 我們就要來打扣結 扣結我們就一邊一個算短的地方 握在我們這個四個指頭的這裡 然後你在握的時候把食指翹起來 這邊是長的 繞起來 長的繞 繞食指 再繞握拇指 以後你就這樣子折過來 折過來把食指的這個 就是短的那一條把它拉成一個上來 然後再把短的這一條繞過 長的這一條的下面 穿過這個洞洞 然後你們會發現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金錢結在這裡 那就表示你打對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金錢結 這裡有個金錢的樣子 有沒有 好 金錢結以後你看著你的長的 順時針方向 順時針方向 你這個手 十指還有一個勾的對不對 穿過你這一個順時針方向 然後穿到金錢結的中間 穿過來 然後它有一個原則就是 都是順時針 你現在長的穿完了 穿短的 經過你手指 手指的 十指的這一個 你再穿過來 經過它 再往金錢結的中間穿下去 所以說你這個孩子都是 金錢結都是在 都是要繞過它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子 你看看會有一個像 小花籃的東西 直接一直拉 一直拉 它就是一個扣子 那你就要開始 這個OK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收 收它的線 好 我們會做出來的 先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要把這一個線收進去 減它的長度 你要的長度 以後就可以做扣子 這個叫做扣子的扣結 然後你又開始拉 拉怎麼拉 拉你的鑽子 順著它的線 你現在要收哪一條線的時候 你就看看這個線 哪個會動 它這樣拉動的時候 它是扯到這一條線 你就開始把它收 順著它 哪一個會動 這一個會動 順著它去湊它 那現在是不是越變越短了 越變越短的時候 它不能把它完全收進去 這樣的話扣子就沒有那麼漂亮 你要把它穿一個尾巴出來 那你就看 我現在穿進去的以後 我開始拉 拉這一個 拉到完了 你要是沒有穿這一條繩子的時候 它會整個陷進去 就少了一個球球 那你就這樣子 有一個這一個存在 隨便拉一個東西拿來這邊 然後你就繼續收它 收到什麼程度 這個收這個要收一段時間 收到一個 一個那個扣結是硬硬的 扎實扎實的 才表示完成 因為你暖暖的你怎麼扣扣子 我們把這個 剛才那一條尾巴的線 換成紅色 這樣大家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你說抽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夠不夠 你捏捏看 還是有點暖暖的 所以我們繼續拉 看著它 哪一條線會抽動這個結的時候 就開始 用鑽子 用力的拉 一個一個的收 收到整個結是很硬的 很扎實的 才叫做完成 然後當你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這樣拉著 然後再把它扭一扭 把它這樣扭一扭 然後抽兩條繩子 後面那兩條尾巴一起拉 它會更扎實一點 這樣就是一個扣子 然後一個扣子 我們女生的扣子有分扣長 它的扣子多長呢 大概是兩英寸到一又四分之三 男生的會再長一點 男生的可能就可以多個兩分 就是241 或是283都可以 女生的不要做太長 太長覺得沒有那麼優雅 然後我們這樣做完的時候 就把它剪掉 譬如說我現在 從哪邊算 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然後把這個先拔掉 拔掉以後 你看它有個圈圈對不對 稍微把它壓一下就好 還是要有個圈圈 它才是那個頭 這樣才是標準 然後硬硬的 然後你要算 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你的完成 譬如說我現在的完成 我要做兩英寸對不對 我要剪多少 多八分之三的長度 那多八分之三以後 你就把它剪掉 剪掉我們就要來做扣子 那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扣鼻 扣鼻就是 這個叫做扣結 有打結的叫做扣結 沒有打結的 它是不是要套在這裡 叫做扣鼻 扣鼻多長 你也一樣 跟它的長度是一樣的 再加上它的圓圈的寬度 所以你會通常會多 最少會多出 八分之一的長度 先剪出來 那開始先 稍微縫一下 縫好就變成我們 一對扣子了 那就可以放在衣服上面 那我們現在來縫扣子 縫這個 再做一個另外一個製作方式 我會先用一條線的去縫它 然後距離這個扣結的地方 八分之三的地方 然後你要把這個你車縫線的位置 轉過來轉到內部 不要讓你的外面看到 然後固定這個地方 你就 我會先固定再把它縫在衣服上面 我覺得會比較好作業 然後你就從這邊 兩條對齊 然後縫著你的車縫的線 這個地方 然後每個四分之一的地方 縫左右兩根 兩根那個 扣子的腳腳 有沒有 先把它稍微固定起來 你的要縫在衣服上面的時候 比較不會跑來跑去 你一定要固定兩邊的那個腳腳喔 那我會固定到這個 後面的地方的時候 把它轉過來 把它尾巴纏起來 那你會說我這邊好像很多毛毛的對不對 到時候你要折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多毛毛 因為它這個Satin 是用鋸子去做的 以前的做法 它們會上漿 會去修它修腳 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遇到我們 以前的因為是濕的 是綿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燒 那我們這個是鋸子的東西 有一個好處 這個尾巴毛毛的 你用那個打火機 或是蠟燭或是什麼 稍微烤一下捏一下 它的那個毛邊就黏在一起了 然後這個是扣結的做法 然後剛才那個後鼻也一樣 從這邊 你這樣縫縫縫 縫到哪裡 你稍微把它套一下 因為每個人做的扣子不一樣 我們不能規定你尺寸多少 你說譬如說你扣起來這樣子 然後你手捏著 OK 你就從這邊開始縫 那我這邊縫的時候 我會多縫兩針 你也一樣要把那個縫縫 車縫線往下 同樣一邊的地方 你去固定它 那你到時候你做出來的扣子 才不會這邊有車縫線 不可能是用這樣子去 即使你是同色線 我現在是示範 所以我用白色的 你想好看嗎 覺得好像你的工很粗糙 你反過來是不是很漂亮 好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固定 一樣的固定到後面的時候 就把它 可以留那個八分之一的時候 把它纏一纏 然後把它稍微烤一下 那就可以拿來縫在你的衣服上面了 好 我們現在來把扣子上上去 那這個一字扣的怎麼上呢 先把那個板子上面的記號 做在我們的前片上面 做好以後 剛才我們做的扣子 就先用那個 梳房把它先固定起來 那怎麼固定位置呢 這個扣結會剛好在 我們那個兩片的中間 左右片的中間 在這個滾邊上面 那扣結是在左邊還右邊 在左邊 我們穿著的左邊是扣結 穿著的右邊是扣鼻 那扣鼻怎麼做呢 扣鼻你可以把扣結 縫上去的時候 兩邊併在一起 兩塊布併在一起的時候 你把它套一下 拉一下 然後兩塊 兩個那個你的滾邊是對齊的 控制一下它的長度 兩邊是對齊的 然後兩條滾邊線都出來了 然後你就不要太鬆 拉一下 然後你就知道說你的扣子 這個扣鼻需要出來多少 然後通常它會 我這一件的大概是出來 這個洞洞大概是四分之一 因為它加上 它會加上這個扣子的 扣結的那個寬度 它的厚度 圓的那個直徑 加上它的厚度 然後你固定好位置以後 你先抓著它 你剛才原來有一個扣子的那個 可以扣下去的位置的距離 你從這條記號線的左邊 我會畫兩邊去畫它 然後過來八分之一 然後這個指點 穿過來 先穿一針過來 然後你要穿在你的扣鼻 扣鼻上面穿多少 可能的 這個以這個的三分之二 直接穿到另外一邊 兩邊都穿三分之二 然後你再回去 在你的衣服上面 看喔 你要經過你兩個 你的扣鼻的兩條 扣繩上面 橫插多少 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你的 剛開頭的起針 最少要縫兩次以上 兩次甚至是三次 因為你常常要活動 要 要截那個扣子 所以我們會縫很多次 讓它比較牢靠一點 那我現在是縫 好 是不是它就你看喔 你這樣拉緊一點 它就不會掉 好那你說我下一針怎麼辦 下一針 你看在這邊 超八分八一的地方 不到兩分的地方 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 再穿過來 那你一樣 橫穿三分之二的地方 穿到對岸去 拉起來 然後你這邊 要往下穿的時候 一定要往內 往這一條線的 這邊插 你不要直接插得很開 盡量就是說 靠近這一條記號線的 只留八分 頂多是八分之一出來 左右八分之一的縫法 這樣子一直縫 就是只有 只距離八分之一 然後左右左右 左右差不多距離 八分之一點五的距離 好你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這個長度 你用尺量一下 你要多長 我這個長度 我要做到 一又八分之七的長度的時候 我已經縫到快到了 然後我就把它折起來 這兩個 最尾端的地方 把它折到你要的長度 往內折 就這樣折 這樣折以後你怎麼做 把針穿出來 穿到最後一長度的地方 一樣 穿出來 穿過它的三分之二 就是上面只留三分之一就對了 後面的時候你要 把這個尾巴固定好 一樣 收到最下面去 但是它會彈出來 縫好 拉緊一點 然後你再縫 然後你再縫 我會把這個頭推進去的時候 然後 剛才我們是橫縫 橫的貫穿 我會在直的地方再補兩針 讓它比較牢固一點 然後這個 梳縫線把它拆下來 我們這邊的那個 扣鼻就完成了 然後後面就會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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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縫過來 那個扣結那邊的縫法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做法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縫了很多扣子以後 中間都再補一個暗扣 兩個扣子中間再補一個暗扣 所以這一件要再補幾個暗扣 一二三四 補四個暗扣 那四個暗扣補在哪裡呢 補在這個進來 8分之1.5的地方 就補暗扣就好了 補暗扣 補好以後你就對著這一邊 把這邊的暗扣 這兩個滾邊線是對齊的 然後再把記號做上去 把這邊也縫上來 這樣就完成了 這件衣物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 今天請禮物 金白文貴 阿萊 大火 阿萊 阿萊